RW侠巅峰对决战胜微博 这是本赛季第二场巅峰对决 两边的阵容是真难猜 和上次红狼大战完全不一样 RW侠是亚连配公孙黎的双边 还有个朵利亚给刷大 但微博的双边刚好是司空阵和戈亚 看上去有一定的counter关系 对线期微博确实有点优势 四分钟比赛的平衡被打破了 RW侠先动手击杀了行语的朵利亚 但微博的反打也很果断 暖阳和紫墨先后开大进场 先是秒掉了花云 然后追到野区把无双也带走了 微博就此建立了优势 如果是进攻比较凶的队伍 完全可以把优势转化为盛世 不会给RW翻盘的机会 但是微博的进攻太犹豫了 十分钟的黑暗暴君还被RW给抢了 随后的主宰也被RW想拿下 随着RW一点一点推进 关键时刻乔西想当英雄 开启狂暴杀真机并没有成功 反倒是自己被花云单点爆破 另一边弗赖两个大招留住了星雨的朵利亚 RW侠打了一波零换二 整个BO7弗赖的状态都不错 在对面子墨已经C麻了的情况下 弗赖也丝毫不逊色 还是宝刀未老 打到最后就是RW侠堵在泉水前 打微博的连续掉点 最终一波拿下了 这个赛季的巅峰对决阵容 其实是百花齐放 很难猜测 我觉得微博的阵容一点都不差 只是选手自己并没有把握住机会 拿到优势不敢打 唯唯诺诺 这似乎也是困扰微博 很多个赛季的老问题了 让他们逆风翻牌也许能相信 但是真的打顺风反而就不会玩了 微博整个BO7最大的问题 其实也出在乔西身上 每一局的失败都有他的掉点 第一局公孙离失误频频 第四局全员去追一个老夫子 萌芽冲在最前面 反手被弗赖大闪捆住 队友卖也不是 不卖也不是 这一波把乔西自己都给打笑了 这个赛季的乔西状态 真的是断崖是下滑 赛后评分也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选手的表现 前面几局比赛 RW侠用了DRG带上赛场的成绩辅助 保持留中单的打法 有输有赢 不过RW的打法和DRG并不一样 没有太执着于仰打野 中单也没有很穷 似乎只是把辅助装 当成了一个属性不错的装备 陈锋整个BO7的发挥都很好 看来他对于辅助装这件事情 适应的也相当不错 至于后面还会不会再用这种打法 弗赖表示 也得看看其他队伍的比赛 学习学习 还得看队伍的一些总结 然后包括看后续的比赛 会不会有这样的套路在出现 然后给我们参考